谢谢各位 我也不知道是要开这么一个会 用这样种方式 本来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 在一个小的地方做点小的事情 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公众性的事情 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种方式 这不是我长年以来追求的 或者喜欢的一种方式 我是一个比较愿意寂寞的人 不太愿意做公共场合 像做公共演讲一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我想的话 如果我讲的有很多问题的话 大概就像原谅那个老头 他一个人带惯了 外面很多事情 他确实不太了解 很多很多很多做事情的方法 和大家也不完全一致 那我今天要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突然的是看到一些材料 就想写一点 那个不那么不那么学术化的东西 不那么学术化的东西 所以呢就是 第一个是怎么会写的呢 就是这个李鸿章不用说了 因为这是太重要的人了 他的研究很多 他的研究很多 他医生的最大低谷呢 就是戊戌变法时期 这时候甲骨打败了 在这个时候呢 他入阁办事 出访七国 签订日秘约 当了总理压门大臣 以后又被退出了 所以呢 这件事情就他医生来说 他微不出道的 他这个 对他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 比较少一点 这几年来讲 为什么会做呢 就是资料上有点突破 首先呢 就是李鸿章全集 然后呢 是张佩仁的家常书杂 看到了很多书信 我不知道哪一位 现在还是把那话筒开着 那个话筒要关掉他 因为他会回身 那么最近几年来讲的话 资料突破以后呢 给我们一个 一个一个新的一个东西 就我们可以知道 更多的事情 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 李鸿章的事工 生活和内心世界 那我自己来讲的话 一直是研究戊虚变法 那么你研究戊虚变法 来讲的话 李鸿章也是一个 观察的对象 李鸿章在戊虚变法当中 他是一个旁观者 他对戊虚变法 没什么直接的作用 但是说研究者来讲的话 看这些旁观者 当然他不算什么 吃瓜群众这样的 他毕竟是个大人 对不对 那你看这些旁观者呢 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许多研究者 他没有看到的 许多方方面面 这就是为什么 写这个东西的原因 那么我们现在讲 第一个问题 我慢慢讲 我希望能讲得快一点 剩下时间给大家提问 马关条人签订以后 李鸿章就回到天津 他的官位呢 被王威少取代了 他不是直立总督 也不是北洋大臣 这个名义没取消 王威少是俗理 但他已经不是这位置 但他还有两个关系很高 一个叫文华殿大学室 是挂了22年 这文华殿大学室 他这个是已经做了22年 那么军居处取代内阁以后呢 大学室就是一个中堂的名号 所以他叫李中堂 他还有一个太史太府 这已经挂了17年了 这就是太子太司 但清代里面没有太子 所以人家叫他李辅相 辅就是太府 相就是大学室 这个时候李鸿章呢 因为是兵败 又签订了不好的条约 名称非常非常糟糕 人人喊打 他呢也是比较熟悉历史的 PPT动了吗 我觉得我PPT动了 毛老师 你的PPT没错 没有动吗 对 你要用那个 用一下全屏吗 我现在就是全屏啊 不是 现在还不是 这个 这个怎么全屏 毛老师先点一下 启用编辑 启用编辑 在上面那个黄色的 启用编辑 我现在要把它 对 你这个 这个不解除不行 就是这个 我知道了 黄色启用编辑 对 这个要 这个得 这个得动一下 否则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 赶快给我提出来 再点一下共享视频 你现在又是没共享的 没共享 看来是 还是 接受报应 好 这样子看见了吗 还是不在全屏上 还不在全屏上 那我现在是把它 点 点 这个 现在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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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那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毕竟是老头的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还是不是那么在行 对 那么我们再接着说 就李鸿章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非常不重要的头衔 但是地位很高的 一个是文化天大学士 一个是太子太夫 那么 他这个时候知道 如果 他这个时候 如果解释回乡 那么他一生功名尽弃 那个是罪名很大 所以说呢 他从千万条约以后 进京之前的时候呢 他就准备了分斗折 叫 利小任重居实自成哲 这个是他准备的 一个唱本 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说呢 我呢 春天的时候 他去马关谈判之前 我已经说过了 我呢 任务很重啊 年纪很不好了 等到这件谈判的事情 结束以后呢 我又请求呢 开恩 那就让我回家吧 但是呢 没有得到 慈离太后的同意 昨天呢 我要回来了 我要准备 跟你们复命了 我又说了 这是他准备的唱本 我又说了 我身体很不好啊 你们都很慰问我 但是呢 我因为这个情况呢 我自己的想法呢 没有真正的说出来 所以退下来以后呢 心里很恐慌 五个晚上都没睡好觉啊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讲过去 讲文章的写法 这是起 然后他就说了 我呢 已经73岁了 体力就很差了 马关的时候被开中了枪 现在呢 伤口呢好一点了 但是呢 呃 身体确实是不行了 再加上呢 世界呢 又是这么复杂 外面责任又这么多 所以说呢 呃 看看自己的本事呢 实在已经是不相秤了 这就是我们讲文章的成 对不对 然后他笔锋就长 就转了 他中国呢 因为太弱了 列强了又很强大 如果你稍微错了点事情呢 外面的鲁鲁们就来了 对不对 一旦要挑衅的时候呢 就失败就很难了 那么呢 就是中外成了 白口鸡绑 那大家都会说我不好 但是圣主知道呢 这国家不改制度 你没有将材 没有军力 没有军械 没有赏章 你都不可能跟人家打 对不对 所以圣主呢 就非常了解 我这个人的威臣啊 独立支撑 我没有办法刷国尺 对我也不加责追责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是要我 呃 笑策 呃 将来呢 再做事 他说我是什么心呢 能不能赶封呢 对不对 尤其是大上之后 大家都说要变法 中国要办的事情呢 就可以这边进行了 这就是我就三十多年来前 一直在追求的事情 就怕做不到 对不对 一旦 钱刚夺断 皇帝做出决定来了 大家都争相拥有的时候 那我是呃 非常愿意看到这个事情 呃 可能可以稍微帮点 帮点忙吧 呃 也不能退出不前 那这就是文章之转 讲的都是屡拜 屡拜屡战的气度 这个是过去讲是呃 曾国藩讲屡拜屡战 实际上提议的还是李鸿章 呃 他就讲呢 呃 我呢 再三考虑以后呢 看看我这个人呢 实在的身体不太行 也没有办法 补什么东西 不如就是避位浪贤 对吧 但是 杨肯天恩 赏开大学士 北洋大臣 直立总督各缺 给我一点假期 调理伤口 对吧 呃 你这样的话 我就不许了 但我想到 我为国家教命 受之四年了 对不对 呃 你们对我都很好 尤其慈禧太后 呃 对我都很依赖 各国家人就为一体 作为全马海练祖呢 我哪能就这样子就走了呢 所以呢 虽然是老病气修 但是国家多事自修 呃 我也不敢自己过自己的太平日子 呃 对军户呃 对呃 都不太好 所以呢 希望呢 慈禧太后 和皇上 能知道我的苦衷 答应我一条 就是说呢 我不敢回北京 回本籍去 安息起领理 就用散元的身份 让我在北京待着吧 呃 如果有用药的事情呢 以后呢 我这个马呢 虽然已经 嗯 没有什么力量了 难以攻驱使了 但还有点 稍微是有一知半解 可以呢 当个什么顾问啊 等等等等 呃 然后呢 就是怎么样 戒身微臣 不忘军国之处分 呃 这篇文章就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李洪章这文章呢 来讲的话 是极好的文章 他做得很有气势 非常极得实 我们这个讲 自治得实 惧惧贤礼 生冤中不失恭敬 卑贱下 能自己自邪 同城派的文章是讲雅结的 没有废话 写这文章呢 是无辱人 他本来就是同城人 他也是同城派的大家 那么等到上李洪章是见到光修帝的时候 翁同和日记呢 记得当天情况 对不对 翁同和日记讲了李洪章呢 到今儿的请安 与军纪大臣呢 一起召见的 商呢 皇帝呢 光修帝先问问一下 受伤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开始就骂他了 就执以身为尊重 两万万两 你这么弄啊 台湾一省就送给别人了 你生明星啊 三国体啊 光修帝的话 说得非常非常严厉 李洪章呢 就是引咎唯唯诺诺 光修帝说 你先下去吧 汉林彦呢 就帝了86个人的张子 连弦奏折呢 谭克里克冬 这是翁同和日记上写的那个 他召见的情况 当天呢 光修帝就名发了一个语指 说文化殿大学室 属刘金 刘金入个办事 王文绍属调捕直立总督 兼冲办理北洋事务大臣 那么好 这事你解决了 李洪章的奏折没有派上用场 这个奏折就 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呢 这吴路伦呢 知道他自己精心精算的奏折 没有上证 他自己爱好自己的文啊 他觉得这文字我先太得体 所以他就保留在文稿之中 吴路伦死了以后呢 他家人呢 就刻了一个同城吴先生的文集 他不知道底细 他就把它落到文集补仪里去了 迷了个题 对不对 在李向啊 志诚怎么样 他的儿子吴凯生 也是个同城派的大家 他说真理的奏抑呢 大多都是我老爸写的 都有他们的本质形式 但是呢 就这些奏折呢 家里有存稿 李公的奏折稿里没有 所以就录下来了 所以呢 幸亏有这样一录呢 我们就知道他的内心 就是李鸿章他不愿回家 李鸿章他不愿回家 李鸿章到北京以后呢 住在是东城的咸凉市 那他也不是第一次路住这里的 这个地方呢 过去有一个非常好的学者 江明进去侦探过 侦探过 当时的北京呢 没有政府宾馆 也没有西方式的高级旅店 上层官员呢 一般都住在内城的寺庙 对不对 因为寺庙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避嫌 避嫌 对不对 因为当时的官员是 在法律上来讲 嫖娼是不可以 对不对 你住在寺庙里 你这个最最最表明你自己 没有这方面嫌疑的人 所以高官入京 一般都找个庙去住 贤良寺的位置呢 在熟悉北京的人呢 就在今天 今天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王府井那边 李鸿章过去曾经在美国住过一个 华伦道夫的酒店 就在那个对面 旁边靠着还有一个大酒店 就是王府井半岛酒店 对不对 现在他就不要住在庙了 就可以住在是 华伦道夫或者是半岛了 李鸿章选择的地方 主要考虑地段 第一个呢 离宫中不远 那是过去有城墙 他从东安门 就是黄城跟那城墙 就入黄城了 然后从东华门的紫禁城 他那个地方 你紫禁城城门呢 按照地图上来看的话 是一千两百米 第二个是 离总理衙门也很近 他从没扎胡同 就要转到东堂子胡同 到总理衙门 大概是八百米 当时的交通工具是坐轿 李鸿章因为他年纪大了 不能骑马 所以呢 呃必须要在步行距离之内 呃因为你你教夫也也也得换帮啊 也不是呃也也也不远了也走不动 所以是那个是李鸿章 当时这个时候呢 他也不服也不信 所以说呢 呃 我看一下时间 主要工作呢 跟日本谈善后事情 他写了封信 呃 给他的女儿 他又讲了 呃我知道你的信啊 呃也呃 也有一个 他一个朋友过来 说了你们夫妻两个情况 说你身体呢呃经常头昏啊 但体力呢还行可以 所以他有点稍微 他就说我这五谷吃诗啊 好长时间没做了 你写的诗啊 情味很长 阴阶也落谷 呃来讲穷窃义工 最近呢 你有读蒙庄 蒙庄就是庄子 呃你一定会有大的解脱 他我在这里呢 不多出门 熟客呢 疯劳也少 呃我好长时间呢 呃没有做家书了 呃没有时间去做家书了 我的腰和脚只是乏力 每天吃饭后呢 要走十五百步 这十五百步的中间先呢 两三次 昨天到一年殿呢 去领复受制 我跪下来 起来 行走 还可以支撑 然后他就讲到了是 呃日本的商业啊 呃还要一段时间 朝廷呢也不太管这事 也不太管这事情 所以他就改了韩语的诗啊 叫中山大来老一诗啊 呃七肯感激 图推尾 贵哉贵哉就是他的女婿 张佩伦 他才知道里面究竟怎么回事呢 等到 我跟日本谈员以后呢 准备呢模仿的叫呃 呃张 这我后面讲的后臣 就准备回家了 但我不知道慈离太后 能不能放我回来呢 呃 呃脸庄脸庄是呃 刘坤义 要回去了呃是长春 长春是长春宫 长春宫的清代长春宫是太后之宫 呃是慈禧太后要让刘坤义回南京 南京的情况就会发变化了 南京为什么发生变化 因为南京那时候在张志栋的手下 所以呢你们先住一段时间 等到我回来呃 这就可以聚了 然后等等你家里钱够不够用啊 等等等等 就讲了一封这么高兴 所以李鸿章对这个女儿是极其关爱的 他关心她的身体也关心她的精神状态 对不对 他写了五颜古诗啊 他就表扬她 最关键的内容呢 还是他的腰脚之事 这个是回答他女儿的问题 他在一年店行礼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呃73岁的人 当时的时候 封疆在外来做金冠肠的人 下跪没问题 他在呃在天津他跟谁跪啊 对不对 跪起行走 对一个老年人来讲的话 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呢呃 至于他公务呢 也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呃 至于韩诗呢 这是韩诗韩语的十五个 对不对 俄是 俄罗何部 张呢是张志万 这两个都是大学士 现在呢都要求修制 那是政变 政治变化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呢 李鸿章现在来看的话 呃南京呢是张志动要走了 张志动是李鸿章的政敌 呃那他准备呃 看情况呢 好像要准备回去一下 但他讲了一个条件 我还不知道慈禧太后放不放我呢 所以他心中还是有慈禧太后 他说到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就征用他 到了是呃 1896年的2月 也就是呃 中国年年呃 年份光学20年年年底 所以他会启用李鸿章 命他出使俄国 李鸿章的头衔呢 是特派呃 头等出使大臣 职责呢 是诸贺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 然后呢 到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去聘问 主要是谈判一下是呃 怎么样的呃 加海关税的问题 3月10号 李鸿章从天津 放海 当时都是走海盗的 上海西共新加坡 苏伊士运河而进入地中海 进入黑海 然后到奥德萨 奥德萨现在已经属于乌克兰了 然后做火车到圣彼得堡 他在呃圣比达堡附近的王春 伊卡吉林纳 是纳公呃这个伊卡吉林纳呃呃 另外一个写法就叫Cathleen 对吧呃 很多人看到那个是翻译的那什么叫国什么什么诗啊 就是Cathleen 他跟沙皇王后初次相会 然后呢沙皇宽个礼物为由 专门去建了李鸿章 讲了很多问题 以后穿加加冕礼啊 然后他跟俄国的财相 呃财政大臣维特 还有跟外相呃 罗伯罗夫 签订了中文名 以后呢到了柏林呃 见到了威廉二世 到了海牙 见了摄政王太后和女王 到了比利时 看到了比利时的国王 到了法国呃 见了法国的总统 到了英伦 伦敦 见了是英国首相接外相 呃 萨斯伯雷 西斯伯雷 然后到怀特岛 奥本斯宫 因为威多利亚女王 她平时不住在伦敦 她住在这个 怀特岛的奥本斯宫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很衰败了 呃没有人去那地方了 呃去见了威多利亚 然后从南安普敦呢 坐船去美国 然后到了纽约 在纽约的 因为到了纽约的时候 因为是八月份 呃我这次讲公里 呃美国到八月份 基本上那个时候 都全部休假了 总统都不办公了 呃总统说 啊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在纽约见一次吧 总统去休假去 然后呢 他又到了呃 加拿大的多伦多 这个时候 他坐了火车 这个时候 他坐了火车 从多伦多 坐到温哥华 然后撑船 横跨太平洋 到横滨 然后换赵商局船 到天津 这次出行呢 闹地球一周 从离天津到天津为起呢 他一共待了207天 207天 李银行这次行的主要任务呢 是接外援 目标国呢 是俄国 俄国 在三国干涉环疗工呢 作用最大 清朝上下对俄国对好感 密集外援 就是联俄防日 俄方是对这方面准备是非常多的 这里漏了点字 李鸿章在俄国待了一个多月 以清廷的电报很多 皆是讨论密约的具体的园款 李鸿章包括清廷 对俄国的全球战略和远东策略 毫无了解 毫无了解 对俄国的外交手段 没有设备能力 一个防备能力 他以为德纪 签订了个包括军事条款在内的中俄密约 这个条约呢 后来证明是全盘设计 可是李鸿章当时不那么想 他因为是各大国的超级理议 感到光荣 而感到自身价值 他自己因为自己的豪华理念当中 风度的体 新闻采访中用语机敏 他感到得意 更自我欣赏 这可能他都是自我认识 在西方的报道当中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他跟毕斯曼 格雷斯登的会面 被外国舆论说是 世界三大名相 他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 然后呢 后来是骂名满地的中俄密约呢 他刚刚在马关寿的李府相呢 他以为给国家带来和平 可以保 这个国家二十年的平安 二十年 二十年清朝早就灭亡 所以他回来以后 他给自己保定 总督府 幕府当中的一个救疗 专门给他做 事业专门给他做行民的 陈绍帆 写了封回信 这封回信呢 是 他比较得意了 写的都比较得意的话 他说我的年纪很大了 托兰坡的一个原始 周游七国 水土呢都可以的 等等等等等等 都活得回来了 我现在休息一段时间 我马上要进京 复命了 你来信说 取士之道 就讲科举之道 应该改变 想看来你呢 还是知道时局的 现在看看现在天下的人才呢 非常非常让你担心 古代的用人先有教养 而有选举 所以西方的人才 没有一个不出去学堂的 今天呢 从电视到军县之士 然后到书院之客 对不对 都已经养成企业 而进退高下 所以这都是有举 你是叫你做文章来考试 但是你没教过他 没有教他 所学非所用 所有的人都知道 八古文 这套试贴这套东西没有用 但没有人敢说废科举的 都想在调评期间 那么然后就出现了义科 义科呢 就是我们讲的科学主义的东西 算学 就是数学主义的说法呢 就是经常见到人上咒 或放的不行 或是暂时 所以说了一下又不行了 他说世界上的事情 没有两面都可以做完 要么这不是要取这条 要么取那条 居百年集中之士 你简单的做一点 做一点 那是没什么用处 今天怎么办呢 要敬霸各省提学之官 把各省学生都给霸掉了 春秋两世 把科技考试全部给我停光 财并天下书院 把所有的书院 全部裁掉 然后以后呢 全部改为学堂 分门分年 克其功 学成就做惯 暂停其他如若世者 二十年 风气变 人才处 后面又讲了句话 但不过托子空言 他心中所言呢 都是李鸿章四十年文字武功 实时触动的旧感 也是他七个月初始欧美 天天目睹的心智 但是李鸿章的改革方案呢 是一个浪漫的唱讲曲 他的改革力度呢 超过所有的人 包括梁启超 张栋栋和他的幕僚 一直在停当改革的侮辱轮 对不对 他又把那个全部废掉了 所以他还停在 是欧美的那个旅行的思索之中 但他这个设计 毕竟离回到天津 意不过托子空言 这句话是他亲笔所加 前面的话他寿意 是他的幕僚 于是没死的字 这个字是他自己写的字 这个空言 哎呀我就是说说而已 我就是说说而已 李鸿章离开天津去北京 到紫金城呢 是建到了光绪地 在义和园呢 见到了慈禧太后 他然后发电报 给南京的李汉章 南京的张佩仁 何飞的李金方 他就说呢 拙分建两股 拙是以前的意思 不是一天的意思 我就说了各国的强盛 中国的评论 应该设法 设法就叫变法 上令于公王商办 这个上 应该是光绪地 能自成衰病 不堪认识 这就是他原来在讲的话 啊我不行啊 我不常认识啊 胃 无退理 这个胃是谁胃的 在电报里面讲 这个胃来讲的话 大概是此时太后说 你还退什么 没你退的道理 所以说来讲的话 他是讲了这样的事 那么过两天以后 清廷下职 大学生 大学生李鸿章 在中理衙门上行走 这样的李鸿章呢 不再是大学生了 获得一个实际职位 李松章路在中理衙门的时候 已经有八位大臣 中理衙门是 很多很多大臣的 其中有功勤王一兴 他是兼任军机大臣 清勤王一匡 翁同和 他是兼任军机大臣 户部尚书 李鸿早 军机大臣 李部尚书 靖兴是户部尚书 荣禄 是协办大学士 兵部尚书 张英环是户部尚书 吴廷芬是立部尺 张英环是户部尺郎 吴廷芬是立部尺郎 按照清代制度 总理衙门是临死机构 和军机处相谈 每一个人都叫在 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者 各有本确 他在总理衙门的地位 就李鸿章的实际地位 要看慈禧太后 光学地的态度 也要跟各大臣的关系 所以说呢 李鸿章录制总理衙门 他的地位并不太高 他的地位并不太高 可他不这么看 他自己虽然是说是出入总理衙门 相关业务他很熟啊 长期带领百扬大臣啊 处理朝鲜和日本事务啊 清朝各国签约都他处理的 修路开矿 这他拿手的 金玉铁路啊 开平煤矿啊 木河金矿啊 这他办的 他还处导贯州商办啊 招商局啊 电报局啊 这部局啊 这他都干了 对吧 所以他支持周永列国 他也看到各国电报 铁路轮船的运用 他做了很多轮船啊 也做了铁路啊 看到英国舰队啊 也看到德国的路超啊 看到欧美各国大城市和商业活动啊 这些都证明了 他过去的想法都是正确的 对不对 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呢 他就想 要显现身手 所以说呢 他任之后一个月呢 就写信给张仁俊 是广东不证实 他前面就讲啊 我呢是年纪很大了 又走这趟了啊 幸亏已经活活来了啊 等等等等等等 身体呢还能支持 谢谢你的关注 这次各国对待我呢 都很应该 西方人都说啊 从来没有过 所以因为是 特这个一措子啊 特欠专使 特欠专使 本来就寻常 西方人的一个号名 你看没到 跟我们中国不一样 每到一个地方呢 都有一个记者啊 指笔相随啊 什么事都给我讲 每天报上都有很多很多啊 翻译到中国的 不过就十分之一 二三吧 等等 碗座壮油 共能刻花 也很可笑 他说可笑 他心里还是很得意的 我现在回到九月份 回到封命了以后呢 两宫都召见啊 垂形得很强 我呢就说我自己身体不好呢 他们都很慰问我 所以过来就有 中理衙门的命令 对吧 我也不敢辞 此行便利诸大邦 清赌富强时效 中国地大物博 果能上下一心 破除极席 力图振作 又何事不可为 这个人真的 真的是有 显示自己的雄心大致出来 日本变法以来 不过二十年 对不对 张伦俊呢 是张佩伦的堂子 他有了这份心境呢 李鸿章呢 就就参开了心扉 他宣示了力图振作的志向 上下一心呢 是他预设的前提 何事不可为呢 说明他目标远大 还充满希望 他又讲了二十年 这个他跟张宇乔 陈宇乔信任工作 二十年也是相同 但就二十年以后 清朝呢 可以富强时效 李鸿章你七十多岁 按照当事人 他知道他自己活不了二十岁 按照当事人都知道 今天的人 对自己的生命期望值比较高 活到一百岁 还觉得自己活得不够 当事人还活到七十岁 就觉得差不多古来西了 对不对 李鸿章知道自己活不了二十年 可清朝还有没有二十年 对不对 所以李鸿章 过来生命以后呢 过了没多久 又给他洗一血信 给他的门人 福建学政王岐帆 思想呢已经有了变化 这信我们就不以为了 到了总理安门做了没多久 大概是不到半年时间 李鸿章呢就写信给他的女婿 张佩伦 女儿李金筹 这个信呢 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他说我得到了来信啊 你们的来信我都收到了 具体我就知道了 今天的时局 一属兼政府 一属冷官 一属 总理安门 政府军机处 也就是说 你当了 总理安门大臣 同时你还当军机大臣 你这官还是冷官呢 对不对 热道 浮光烈意 热道是功勤王一心 因为他死之前 他父亲给他写了个匾 叫热道堂 毫不用心 翁铜和 一位其间 专讲小过节 不问大事 两功为命是从 拱墨而已 他把翁铜和骂进去了 李鸿早 李鸿早 这是更加迂腐 他所薄薄的人 是路边理造的人 这些人谁能干事情呢 你写信来讲 人才国具 根本无法自强 你讲太对了 各国的外部 都是一个人主持 中国八九个人 还都不办事 就是总署 出生的 就是说张晶出书的 也就讲是吴慧 他也就是袖手旁观 也没什么退堂的很 昨天的功勤王 又引了丛李 李鸿早 又引了许应奎 他们都当了军军 中里扬大城了 这人也不知道扬什么事情 只知道这个地方很重要 但是可以收编礼吧 就探知 哪知道这些是冰镜两胎 得不来啊 你都是滥玉冲塑又什么艺术啊 我要是 个几天不去到中里衙门 所有的稿件 所有电报都没能过问 乔野 张英环 在这里当只能当杂财 在这里只能当杂财 今天要出死去了 他要去到英国祝贺 维多利亚李王日生 等等等等等等 谁来去做呢 高扬 高扬也还是李鸿早 几个月呢 几个月前呢 见了 钱的时候 他胖的时候就说 贵就是张佩仁 张佩仁从来不跟我信 是不是跟我绝交了 我就笑笑答应而已 他又能帮助你什么呢 然后讲昌儿 这是张佩仁的儿子 文才可观等等 你不要管太严 然后讲六儿府宅 要去旧张 他要买个房子 那媳妇呢 缓来了 就持旧了 英宅 他是另外一个财 说价六万 没那么多钱 以后再说吧 又讲他的儿子 李金树 没有做官的才智 在家里待待就算了 对吧 将来宁眷 在南京的家眷 就是李金树他们的人 如果都回来以后呢 南岸就是等等的 让他们都回到南京去 就像李国杰 这孙子 他夫妻随子 就跟我送终吧 清翁张芝曼 掌戏早死了 所以他们俩做清假 这个购了宅 还无意归田 两年不做谷 等等等等 南岸就讲到是种牛的啊 等等等等 很多事 他讲到 今天的是 李金麦呢 不想去做实文 这是讲的孙子 我家的柯甲可能中断了 但今天是柯甲没什么用 还有人要叫我做相会式主事 那不是奇怪吗 等等等等 南岸就讲到了 我的影视的剧场过去呢 是走千步 现在一百步就卷暖 我将走高阳的后尘 高阳就是李鸿章 对不对 对李鸿章亲笔说写呢 来讲信息量很大 要跟张佩仑 李鸿章的信息量一起来读 政府呢 是回应张佩仑来信说的 张佩仑来讲的话 艺术本首冷官 但非奸政府不能热作 否则内外呼应不灵 热作叫涂胜冷气 这是张佩仑劝李鸿章 不要过热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却愿自处半冷半热之间 教和地位又可以省力 因为李鸿章前面的东西也没见 那么他前面的东西也过了情绪 那时张佩仑就说 你不要不要再那么热衷了 这时候李鸿章已经知道自己 完全不可能落军机 李鸿章本来是准备想到 自己有可能落军机 李鸿章是可能想到 自己有可能落军机的 相关的细节 因为这里时间关系我就不讲 所以他一生气 都是冷官 对不对 所以呢他批人批得很厉害 陆边李赵志流 是指四川总督陆传林 敏哲总督边保全 山东巡抚李本杭 江苏巡抚赵苏翘 这些都是四项保守 但是有操守的人 李鸿章比较欣赏 李鸿章用这些人是 只要平衡相怀式 又增加大成 所以说呢 连吴廷的风都慢 在我所见到的清代官员的私信中 很少有这种不留情面 把自己的同官全部骂遍 在李鸿章所有的纯信当中 这封信也是警戒 对不对 所以我就落的比较多 你可以看看他在里边 他在那个中理衙门里面 他自己的一个一个 真实的地位和想法 他根本就没有这种 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李鸿章就讲了 他是摆一步就是 气喘腿暖了 这个李鸿章的病症是一样的 李鸿章当时也是 基本上就是 跪不下去站不起来 当时的礼仪制度 你不管你多大年纪 不管你多高地位 你见皇帝见太后 你都得跪 都得扣手 这对年轻人不是问题 可是对老年人是个大问题 李鸿章长期在做军官 他都做不了 李鸿章到了北京 他怎么做得了这个事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在呼吁到 李鸿要改革 那李鸿改革是卢家的事情 谁说的事情是个至高负贷的问题 你怎么能改得了呢 从这封信仰当中可以看到 清暮官场的极其太深 官僚之间的内斗太阴 即便是李鸿章这样的高官 无法甚至无处 去诉说自己的政界 无法施展手脚来做一番事业 这位住在咸凉市的咸凉 已经是既不咸也不凉 他已经是个冷官 对不对 他在默默度过自己的余生 这一年正好是相似之年 应该是相似之年 他有一个亲戚叫孙宝仙 孙宝仙是李汉章的女婿 来传家孙天府相似 这个人长期坐到上海 有自己很多改革想法 高干子弟 就是经常想法也就比较的 天马行空的 他曾经写了一封是上合飞向国书 要求仿教西方的改革 特别是建报馆学堂 你就上了就上了吧 这个人也很稀派 把他这个书呢 又看在传教士办的万国学报上 对不对 他仅仅两个月 五次去拜访李鸿章 第一次呢是1897年8月8日 他在日记中写 他说我去看了李鸿章啊 仲谈 仲谈就谈很长时间 李鸿章说 你从上海来 你做什么什么文章 做什么名领 你到了北京通通无用 我是个大臣 你才是天子的牛嘛 像你们这种人就是小虫子 对不对 然后 那个是孙宝仙说 那么老百姓呢 老百姓不就吵戒了吗 对不对 所以到下午三点 他们谈很长时间 他就见了一个朋友 他就说 三代以下 人主驱 牛马鱼乱草 生 未受践踏者 姓 人主皇帝 牛马大臣乱草 老百姓 这老百姓没被蹭踏的 就说很幸福了 他那朋友说 什么叫君 姚圣才是君主呢 三代 三代是业主 秦汉 秦汉就道扣啊 怕皇帝都发生道扣 所以说你就看看这样的状况 这是当事人的思想 对不对 李鸿章讲 我作为大臣 在专制体制下 我没有政治角色权 甚至没有政治参与权 所以我只是处理的牛马 孙宝贤 他就跟着朋友 用了发重谈 然后就进一场君主制的讨论 你说那个时候的君主制 已经被人家私下预认成这个样子 还有什么神圣 所以他 他演钱挂 钱挂当中叫九二称龙 九三不称龙 九四龙属吃野 那是 意义里面的话 那么我们再来看 李鸿章在新南市过了几天太平日子 事情又来了 德国以山东潮州教案为由 出兵战主的焦州湾 也就今天青岛 打破了加武战后的短战平 先是1895年 李鸿章在马关定约时候 俄国和德国关心其东方利益 防止日本在远东作大 俄德两国决定干涉 法国和英贵和俄法同盟 也就参加了 这些三个干涉还了 使清朝收回了辽东土地 但三国干涉的目的是要扩张其远东力 打破长期有英国主导的地位 那么三国干涉还了以后的国际形势 就是清朝将同时要面对英国 他主要是沿海沿江通商 法国 他是法属印度支那向北 扩张到中国的两广云南海南岛 日本朝鲜半岛和台湾 朝鲜半岛实际上日本将没控制到 而且基本上是俄国控制的 俄国 俄国是要控制远东地区 包新的目标是中国东北地区 德国 新的目标山东或者是周山等地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三国干涉的官僚就意味着五大国 但日本当时还不是大国 日本到日俄战争以后才五大国 五大国同时在远东争霸 在争霸的主要的对象就是中国 清朝包裹李鸿章 没有看清楚世界大事和远东形势 对不对 他把俄德法三国当作朋友 经营制营 这是完全错掉的 中文密约就是这个外交策略的一个产物 那么再来看德国 德国起路占领焦州湾 那个事情是由来已久 德国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奇霍奔 他在同志年间就考察山东 对这个地理矿产都进行了研究 他认为这里有煤矿 当时世界上非常关心煤矿的产品 因为当时有人传 需要烧煤 所以1877年 他就向普鲁斯政府 那是德国政府 提交了报告 山东的地理形式和矿产资源 以后多次就提出来要占领焦州湾 并修建交际铁路 战亡战争期间 德国驻华公使就提出此意 到了1896年 也就是说马光天安签订以后 威廉二世决定占领焦州湾 派工程师实际去调查 此后德国和俄国多次商量此事 因为他们要考虑这问题 我占领焦州湾 俄国会做什么 那么德国占领焦州湾以后 光续皇帝和此以太后决定 就说最重要一条 打不打 当时决定不打 不打就进行谈判 谈判是由翁同和张云环负责 翁同和张云环对德国的真实目的是不清楚的 这不交案吗 交案就赔钱吗 我们处理吗 然后杀几个人啊 等等等等等等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对不对 李鸿章他知道德国这次不可能撤出焦州湾了 他就跟谁商量呢 他跟俄国代理公司巴布洛布商量 要求俄国去帮助 你们俄国人帮我们去说说话吧 不要把我们叫做万丈 李鸿章的理由当然是中俄弥约 但是俄国和德国都是商业 决定不干涉 俄国提出新的目标 就是旅大 旅圣大连和中东路支线 那个是清朝驻俄国的公使 奉命去跟俄国交涉 俄国公使杨卢呢 俄国公使杨卢呢 发回了一份电报 就说俄国的外交部说呢 德国的事情呢 我们也帮忙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说 那么请中国指定一个海口 我们能停下俄国军舰 向各国的表示中俄联盟之证据 那么俄国呢 就比较有说法了 德国呢 可能会稍稍的收敛一下吧 这是那杨卢发了个电报 杨卢电报是说是 俄国外交部的台中 英朝虽然不知道俄国的真正目的 但是呢 翁同和张英环坚决反对俄国 他们害怕什么呢 你俄国一揭露 有法国会做出反应 事实上来讲的话 德国的行动呢 引起了俄国 英国 法国和日本的强烈反应 后来都提出了自己的亲业要求 但在最初的时刻 李鸿章 包括整个清朝 都没有看清问题的本子 只是感到事情不太好办 所以呢 他就给他儿子信当中写了 啊 我就收到两次来书啊 我都收到很多情况 我都知道了 寄来的板牙 一百四十字 感压怎么要一百四十字 当然当时李鸿章到北京送里去 那是不是太多了点 但味道还不错 德国因为是潮州家啊 呃派了兵船啊 占据了骄傲啊 呃呃 辱了是张高原 这个尖子写错 张高原 昨天才放张高原是他的他的部下 昨天才放出 分去交州 积末两个城 等等呢 他有不归之意 对不对 海静是德国驻华公司 呃 就说了 在骄傲呢 以后就不还你了 现在又派的是 翁同和张一环去谈判 没有定局 他们要把李饼寒 呃 要割职 呃 对方 呃 翁同和呢 主要是保护李饼寒 呃 赔款呢 还不知道多少将来很难办 刚才讲到 广东人一个人叫 袁宝袁的 到督察院地 地臣 说呢 是张一环通疑 我父子 父子就是李鸿章 李经 方 分两万万两 给赔款 季顿东阳 要正法 对不对 呃 然后呢 就许授恒等等等等 呃 就是呃 当时是 独察院的呃 左都一史 呃 胡云梅 这是代理 傅都一史 呃 都说不可啊 本来要上证了 所以呢 是得事了了以后呢 相继修身 相继抽身为妙 大伯 大伯李汉章 回到合肥市了 李汉章推来以后是住在南京 现在回合肥了 合肥当时非常非常落脚的 现在是合肥已经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 所以怎么在那里养老了 变中的讲进士跟他告 因为李经方那时在合肥 我那身体也可以好 每天都到这里处理 这就是可以看到李同章那些 他看到德国要久战 呃 郊州湾 青岛 他没有提到 他为自己的部下 召告又担心 对不对 他认为是李鸿早欣赏的 那他对方派系的 李北洋 就有 就有自取 对不对 他对象是自己父子安全 他想到了抽身 他还没遇到俄国后来的行动 是让他抽身抽不了了 对不对 所以 1898年3月6月 李鸿章是光绪皇帝的命令的 李鸿章 翁同和 然后德国公使海军签订了 呃 骄傲租界条约 德国租界交之湾99年 德国人可以修据交际铁路 成路两边三十里可以开矿 呃 呃 山东境内所有的外国事务 德国有优先权 对不对 而在这个签约之前 李鸿章不知道的 2月25号 俄国政府举行特别会议 通过了租界大连呃 呃 吕顺大连 建造中东路支线的决议 沙瓦尼古拉二世责誉批准 3月3号 也就是他们签约条约之前 巴布洛夫到总理衙门去提交教会 这文字呢 呃 有如最后通牒 呃 那么再来看俄国那一头 这是李鸿章的中俄密约的一些后果 当俄国军舰以战波为名 呃 在1897年3月25号进入大连之前 李鸿章发了个电报 他想根据巴布洛夫电报来讲 他已经接到本国电报 英国人呢 想要占领女生大连 所以我们已经要吊水尸 带三手铁甲舰 从长旗往女生展示住 大概呢是2024是讲中国立法 呃 就是202022号 2022号 相当于 公元的24号 23号 比较到 一方面就是杜绝英国人的溃策 另一方面是吹德国人呢 退出郊州外 到了吕德国人以后呢 请呢 宋提督 宋提督是宋庆 和常务委员照料一切 俄国呢是真心亲密援护 没有什么意思 并令了 他已经命令了 他们的兵丁不许上岸 要求格外机密 所以呢 就是要 呃 要告诉我们的老百姓呢 不要惊疑 那李鸿章完全相信了 等到 过了三个月了以后 不 不到三个月了吧 对 过了三个月以后 巴布洛夫提交召会的时候 要强行住居里大使后 李鸿章蒙掉了 就发给他一个朋友 叫奥克套姆 他就讲了 我们两国数百年和好 定了蜜月以后 关系非常好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呢 好像是巴布洛夫 是不是想立功讨好 不顾大局啊 对我大皇帝啊 他一派了徐锦城啊 偷入大使啊 马上再回到你们国家去啊 再见皇帝啊 面见郭殿啊 希望你们啊 希望老兄啊 你帮我带个密咒 对吧 等到外部呢 到徐锦城到了以后呢 河中商头一见 不要让巴布洛夫这个人 无理逼迫 共同保东方和平大局 这李鸿章还不明白 还不明白 所以说等到徐锦城在圣比德堡 外交失败以后 巴布洛夫向中里亚门递交了 最后通牒室的召会 县清政府两周打鼓 清朝已经是没有对抗之力 3月19号 清廷命李鸿章 张英环组织对合谈判 20号巴布洛夫到中里亚门进行谈判 张英环在日记当中写了很详细的情况 欧中央看条件退场 廖寺侯后来来的他也退场 因为他们军医大臣要去鱼鹤园 实际李鸿章就跟他辩论 张英环自己说我自己肚子太饿了 跑到隔壁房间去吃饭去 等到回来以后大家谈话都不就要了 对不对 他们谈了以后20天 对 是光学地在是义和园召见李鸿章 决定政策 张英环在日记讲 早上一早就起来了 副总理 总理衙门在义和园的工作 李鸿章也来了 我就跟总统衙门说 我们两人都派俄氏啊 把我们两人毁了 李鸿章说哎呀 同归于尽了什么毁不毁啊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是召见的时候和李鸿章一起去 是人寿殿南领间 对吧 跪下来 上面就问李鸿章 俄国事情如此你们去年的密约怎么定的呢 李鸿章就说了现在还没有决点密约还是有 然后请说这怎么办呢 光学地说你们怎么办 李鸿章说皇上有没有问过太后啊 光学地就说了你们都没办法能 你们不商量的东西我怎么去跟他和商量呢 就李鸿章跪在那里谈那里就不说话 然后就问张一环有办法吗 张一环就说了哎呀等到我们下面好像商量办了再请资讯行吗 光学地皇帝说你们还要再来问我 张一环又不敢说话了慢慢就说了等商量会再资兵办理吗 然后呢就说光学皇帝的脸色稍微好一点就为了李鸿章 你正月里面是不是患了喉咙症啊 李鸿章说已经好了 然后就问问他们的病啊含病啊等等等等 然后呢是光学皇帝说总理衙门的事情呢就有你们两人的办法 李鸿章就说我每天都倒数啊 张一环就说我尽力来投报 然后上同一命处 李鸿章已经起不来了 张一环把他扶起来 光学地说站稳了再走 不要急急忙忙出去 站稳了再走不要急急忙 张一环的日记是措施非常简慎的 但也可以看到光学地已经非常气氛非常严峻 非常生气 帝国主义不跟你讲道理的 你打得过就打 所以过去的讲是 毛老师你讲的东西都是社会大部分主义 我说你讲道理都正确我都同意 但是在那个时代就是正常 就是帝国主义时代 对不对 到了第二天 光学地是在义和园单独招了张一环 也见了自军大臣 对不对 张一环的日记也讲了 他讲俄是不太好办 最后呢说你们想好想办法 然后翁同河的日记也讲了这件事情 他讲的说是呢 现在就非常危机 旅大的事情就无可回了 光学地讲了 然后翅里太后也是幼乐之声 我也没办法资金跟他讲 对不对 然后就是下令派李鸿章张一环画鸭 对不对 二十四日的时候呢 光学地呢已经回到城里了 在宫中的单独招建李鸿章 翁同河的日记就写了一条 四日合肥起 只有合肥起 不过素其慎重 并无教科 教科用容颜骂就是测骂 测词 用白话说就是骂他 第二次招建李鸿章的态度好一点 光学地没有再骂人 所以光学地和李鸿章关系不太好 到了二十七日 李鸿章张一环和巴布洛夫 签订了李大诸地条约 三个干涉 还得到辽东 这个时候呢 又落到了俄国的手中 俄国还有建有中东陆和中东陆支线的权力 东北已经成立了 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刚才有一位插研的人就讲了 李鸿章一生最大的污名 就在于接收了俄国的会 当时各国有潮说 清朝内部也有怀疑 首先是中文密约俄国是否贵了李鸿章 传说很多 有两百万有三百万也有说十负一百万的 但是俄国的才相维特说没有贵了 俄国才相非常清楚 没有 没有 此时签订 旅大诸地条约 俄方档案详细记录了贿赂的过程 1898年3月21日就是光绪召见李鸿章 特别措施的这个词的意思军事手段的意思 给你们美人50万两年 两位大臣都深测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 而且各个官类阶级都非常激动 像皇帝上书 无数申请书 都要求对我国对我国不要不让步啊 明天两位大臣要向皇帝做报告了 这普丁科的电报 普丁科又是华尔大圣的 华尔道圣银行的北京代表 所以他的电报是给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的 同日巴布洛夫电报也说了 和普克地一起秘密密密的允许 看来是巴布洛夫没出面 普克地区出面 极密密的允许李鸿章张英环 如果受益不达到等等等等 我方也不用打仗的话 你们可以得50万 第二天 他这个电报因为他是驻北京的代办 所以说他电报是给那个是俄国的外交大臣 巴布洛夫电报又说了 允许的报仇以及起了最后的作用 李鸿章和张英环显然已经是各大臣对此发生兴趣 希望3月15日签订条约 3月15日是俄立 实际上是公立3月27日 签订条约以后要迅速付款 将此事命令给普克地 这份电报是给维特的 维特收到电报以后 马上就发电给普克地 说事情办法以后 根据你前面的电报可以付100万 另外我再付你50万 作为其他这些事情 这个钱后来他付到了 后来就是俄国党已经付到 是在大联合旅圣收买当地官员去 3月28日 旅圣大约签订以后 旅大签订条约签订以后 第二天普克地发电给维特 我今天付给李鸿章50万两 按照北京习惯所用的 视频重量 一共是48万6500两 这是按照是银行公所 这是公缺两人 李鸿章身为满意 属我对你深自信 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云环 因为他非常小心 3月29日 巴布列夫的电报说 赢付李鸿章的50万 昨天已经付掉了 4月8日 普丁哥又发电报给维特 我跟张云环机密谈判 讲到50万两的事情 他对收钱非常害怕 所以他收到很多的控告收费 他宁愿等到平静以后 他是普克地告他 答应你的钱 你说什么时候要 咱们就什么时候拨吧 就讲这个 俄方的资料 在1957年就翻译出版了 最近的十几年 我这个份资料是反反迫迫看了 不知道十遍以上 我总想把这个资料里面找到一点破绽 能为李鸿章做一点骗户 还是没做成 就是俄国啊 因为那时候是革命了 他对萨尔政府的各种行为啊 他是揭露的 那今天的俄国政府 他肯定不会公布这些秘密档案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把这些档案公布出来 所以说是俄方的一面支持 一面支持你不能做法律上 你还不能做定义 李鸿章人是没有被定罪的嫌犯 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 你要为李鸿章洗白 那是更加费力的一方 对不对 这些资料你说是你是一面支持 但是你要洗白李鸿章是更难的 李鸿章文华学院大学是一等伯爵 清到最高的文官 一世一生一世的功名 到头来就折折区区五十万人 李鸿章当然是一个贪官 李家六兄弟都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李鸿章也炒股票 对不对 就他的资产来源 他们六兄弟的资产来源 根本就不差着区区五十万人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这个情节 我在看李鸿章内心世界的时候 总是感到非常非常的医忙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下面要非常快非常快讲 当外国民来的时候清朝 他高层内部也发生了几点冲动 首先就是李鸿章的去世 李鸿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把李鸿章和李鸿章两人混了 这名字里面插一个字 但两人一个是河北人 一个是安徽人 这确实是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的 而且两人是阵敌 两人是阵敌 再往后 是逆心去世 慈禧太后就部署了高层人士调整 对不对 完全是针对翁章和的 到了6月15日 慈禧太后继续第二次人士调整 光续皇帝发出注意 协办大学是户部尚书翁童和近来办事多为有决 以致重任不符 里经有人参咒 却美于遭对咨询事件任意可否 喜怒见一词事 见如揽拳狂奎之情状 断南胜书鸡之论 本应查明久半 予以重臣 姑念其在御群公 御群公就是蒋太郎当老师 行走多年不予演讲 翁童署开却回几 已是保全 这是诸语 当然是光续地协 但做出决定的仍然是姬太后 作为结果 直立总督王文少 替翁童和出任的军机大臣 户部尚书 总理阳门大臣 十三总督预入第二任的军机大臣 原来的兵庇尚书大学士隆路 去出任的是资历总督北洋大臣 这是把李鸿章 而不 这就把那是翁童和给干掉 6月21日 胡胡臣又上了个奏折 这个奏折呢 是到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看到胡胡臣奏折大怒 一照手就命令了 布军统里衙门左翼总兵英年 说把张一黄的家给抄了 英年就告诉丛理 英年又提醒了一下 就是说这个事情啊 你还看等等军居处有没有旨意 不能光自己太后说了就完了 这个事情到后来的奏折来讲的话 就是说 让大家好好的去批评一下 张一环 当面去骂了一下 就这个事情就好像结束了 张一环也后来很受伤 翁童和张一环都是光绪帝最其重的人 权力气最大 第一太后有一次子 两发两众 一卓一伤 对不对 那在雷霆之间的李鸿章说什么思想 他本来没有留下记 但从李荆愁 李荆树和张佩仁的回信当中 你可以看到 对不对 李荆愁的信怎么写呢 他说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 你的语气啊过于的衰力 独子嘛 又得了忠兄来讲李荆麦 他知道你的身体还可以 现在明明知道外卫还几点 你这个 什么能做呢 对不对 大人独居身炼军国 鸡如长龙富贵 易与危机 公私自追几间 自有不能释怀手 对不对 于我来看呢既然没有整顿之前 你就敷衍敷衍吧 为国为家总是要保王子身体吧 老年人的朱力已经不变了 也是尝试也不要太衰了 对不对 然后呢他又讲了 我又叫罗储人中国寄鱼 寄鱼就是刀鱼 那你收到了没有 吃东西可口吧 你便我以后再寄 天乐啊不能再写 这封信他写的是非常非常委婉 但是已经心情已经非常紧张 过了两天以后 然后呢就 张佩仁又写一封信 来讲这些 对不对 他讲这 他就讲的就是说是 翁童和霸政啊已经归田 可是我这个人呢 我也就不是罢免了 我还没无天可归呢 我很羡慕呢 对不对 你现在讲的是北门啊 又是还政啊 因为此句我们都不多讲了 对不对 都基本上都是劝解的问题 对吧 就劝解的问题 对不对 呃 呃 四妹 就讲他太太 有经受 说来遇至极潦草 且有再见无日之雨 至于替世横流 至日强犯傍晚 全行呕吐 郁郁不乐树西 灰心双白 呃 就说 你灰心你头发白了 致死某国之生理 未必做鞠躬 鞠躬子翠响 你不还不想到死吧 对吧 你的二女在外里之外 听了一些声音 恨不得他那里 对吧 那还多可怜呢 对不对 张佩仁是姓陈他老婆 为什么姓陈呢 刚刚生孩子 是个惨子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所以呢 这位女婿呢 对老藏人呢 多有安慰之语 但也不客气的话 对不对 叫说 愿以后辞书 路过座 虽然你没肯 不肯 对吧 那么好 这个时候呢 正好是变法的时候 变法的时候 康友一派呢 对整个变法起的作用非常大 呃 李鸿章呢 是给李金方的写的三封信 都讲到了康友为 在变法当中起到作用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 那总体上来讲的话 呃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呃 我们就呃 把它全部跳跃了 因为这个在呃 李鸿章拳记里都有 其中讲到一点 讲到卢阳书院改学堂 对吧 我觉得经理不得人 对不对 他也讲到的是呃 呃 各书书院改学堂 呃 回论的时候要把卢阳书院改学堂 对不对 呃 讲到的是 脚冰龙抗议 讲到的是呃 呃 对科技制度改成同意 对不对 然后他又又讲到了 就说是 学堂的事情呢 上帝呃 皇帝的很注意 每天讨论很多 对吧 呃以至这些人呢 都是呃 呃 军医处的人呢 呃都不足以来占乡 以至于康有为呢 是东西洋皮毛 呃 言听计从 对吧 招书旅神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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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说呢 来讲的话 也讲到如月学堂 对不对 那么从这些人来讲的话 李鸿章是对整个改革来讲的话 是基本态度是战争的 但是呢 对康有为这些人呢 他是不满意的 对京俊村那些人呢 尤其不满 对不对 紧急的打击来 噓 到了1898年9月7日 光绪地下指 命李鸿章尽兴推出总理衙门 这件事情对李鸿章打击很大 马上发电 给李敬首张培伦等人 而且他写信给李敬方 对不对 啊 他又讲的是 讲到什么东西呢 朝廷意图心 意者颇望你啊 就是李清芳啊 出来效用 每天都有多少奏折 却没有一个推荐我们的人 我们父子兄弟 怎么会遭这么大忌恨呢 真不可理解 22日就讲的是9月7日 不要在总理上 莫测由来 或为桥也揽权所示 他是怀疑是张英环的 对不对 怀疑张英环 其中就讲到了 两宫异见圣生 圣公多病 有一位便血不止 江澄饶 这次他情报是不准 所以说呢 能不能把话筒关了 能不能把话筒关了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真正了解他的是张佩伦 所以写了封信又给他 写了封信给他 就讲呢你不要生气了 呃这部信的信很长呃 也用了很多典故 对不对 但最后呢这句话 就是老曾与国家 当有一顾 进退从容气度 而自 获福龙武与不顾 对不对 他先表扬他 表扬他 表扬扣了 你这人就是劝他一下 这是离政变的还有四天 到了9月21号 是他发生变 李鸿章恰好 真是一身轻 他写给 写给李军方的时候说 呃太后临朝呃杀的 管的呃大概十几个人 又成了九旧世界 学堂呢虽然没废呃 当然是古迹也差不多了 呃你呢正好可以自身局外啊 呃这个是张英环呢 这么大年纪远速 呃写了封信啊来讨人 呃也是很可怜的 呃因为各国的是 因为朝级变化 那各国就到军队 到乌鲁卫使馆 呃清清王一匡呢 严蒙元去讨论 就搬兵来去讲 我呢正好偷钱 进币 诸生闹窃 寒以为了 过了自己 他的生日以后呢 准备请长假 对不对 他先买了个房子 在东总部府 对 但是他政治隐形实际上还没起来 对不对 那政变以后呢 他对党人还是帮助的 第一个是帮助张英环 对不对 当时日本代理公使林权柱到他家去过 日本公使秘书也到家去过 张英环他当时听说可能被杀 所以说呢后来就没有杀 战刑看管 后来发现清光去了 第二个呢 帮的人呢是王岐帆 王岐帆呢他是战事府烧山市 属了礼部侍郎 宝举了林旭等 此时被革职 永不续问 这时候呢 李鸿章呢就写信给那个是河南巡护御常 他说呢 他跟了 是东河总督 任道庸商量以后呢 给他找了一份工作 在河南开封的信林书院 这信林书院呢是小书院 每年的年逢呢非常少 钱可能不够用 所以你预长呢 你看看我们那些关系 你能不能给他 各州县书院在监领一二 币的收入少风可以过日子了 等等等等 而且这个人呢跟你老弟啊 也都是通 都是童年近视 对不对 你怎么不能不帮忙呢 后来也真的帮了忙了 还有一个就是张元纪 张元纪呢 他说我搁这以后呢 李鸿章派于是没来找我 说你将来怎么办呢 我说到上海谋生 说你去吧 我已经跟郑先怀找好了 对不对 然后到上海郑先怀找他 李鸿章来讲的话 已经给你找了工作了 等等等等 这个事情呢有点细节 不太准 但是呢确实是 给他安排工作了 张元纪安排工作了 到了后来 李鸿章就出入梁广总督 经过上海那个 孙宝先又去见他 孙宝先又去见他时候呢 那时候张太元 业汉都在 他就说你说什么呢 李鸿章就说呢 风刺激太后呢 去抓捕那个康梁 或是两人的功劳很大 相当于打太平天国 两军打败的功劳都要大 我可以从伯爵进到侯爵去了 懒得很笑 然后就问的是 孙宝先 你是不是抗党啊 孙宝先说抗党 那你啪啪啪抓啊 那是你 他就说你 你中堂要抓抗党 那你就抓我吧 李鸿章就说 我哪能抓你呢 我也是抗党啊 我也是抗党啊 当我辞职的时候 离开北京的时候 就说过了 就说这个事情了 数十年做不成事的事情 那你康有为人做 我都很后悔啊 张太元说 哎呀太奇怪了太奇怪 康有为是六品官 你这个宰相 你为是党 从来没听说过啊 他说呢 李鸿章就说了 我走的时候啊 慈悉太后就拿那个谭章了 就给我看 所以有人说你是康党 是康党啊 李鸿章呢 就跟慈悉太说了 我就是抗党 费力的事情 我是不知道的 六不真的可费 如果旧法能富强 中国少就强起来了 还有懂得清天 如果主张变法的人 就是抗党 我 没什么可逃 我就是抗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玩笑的成分 但可以看出 李鸿章对戊户变法的 基本看法 就讲热衷的问题 对于过去来讲 武序的时候的表现 是用武勇的回忆录 这武勇的回忆录 有经常不准确的 特别是涉及到刚刚死了没多久 洪炫整皇帝袁世凯的事情 那是完全错的 但是他对李鸿章有一点来讲 非常重 他就讲了 李鸿章说了 今天的人都会言热衷 我就不什么回事 就是目前 他就是冷官了 我还非常热衷 四者募军 人士已生许国 上至下至 四爷精俊 非得军不可 对不对 我今天不得军 我怎么能不乐中呢 所以过几天 他就是得到是 出使的任务 他说 按照吴勇的说法 你的身份都已经到这个地位了 这个猜死也不算什么回事 但看下他非常非常愉快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李鸿章是真的是热衷做官的 对不对 所以他感到冷官 他是热衷人 对不对 只要放他出去 他商务大成也好 他都要去做 当然是做妻子 做的是梁光总统 他都非常高兴的 对不对 最后我们就说了一句 李鸿章去世以后啊 李金方还是记得他父亲的关照 1902年 清朝进入新政期 再次参导半学堂 李金方就出钱 把卢阳书院改为卢州中学堂 这个学堂几经波折 它的主体是合肥第一中学 它的原子是合肥第九中学 李鸿章家族私产无散 李金方游富 今天已经通通没了 当年出租儒州中学堂 是一个小数 但是收益最大 教育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业 合肥第一中学是安徽省的名校 培养人数 人才无数 这就是李鸿章 这个李文中公 当年在贤良寺 冷关其所作的 唯一能够留下来的会证 我今天时间控制不好 而且很多很多事情都没有利用好 所以时间讲长了一点 请大家原谅 有什么问题